小燕 小燕 救命 尤雅 你怎么了 尤 尤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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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妈妈要快死了 妈妈在哪 那 尤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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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儿 尤雅 尤雅 你怎么了 我不行了 我把胆都快吐出来了 那我们去医院吧 你过来帮个忙啊 尤雅 我们送你去医院吧 真得去医院了 我都吐得出现幻觉了 什么幻觉 我好像看见我的男神了 莫名是你的男神 师哥 你不会这么把他弄来吧 你 我现在太丑了 萧嫣 你 我先发点口红啊 你说什么呀 你 你别看我 你赶紧走吧 走吧 不是 萧嫣 萧嫣 你怎么吐这么厉害啊 你怎么吐这么厉害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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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来 再来 叔叔来了 叔叔飞不动了 来 咱们歇会儿啊 出汗了 来 把衣服脱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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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葱葱啊 有没有别的游戏啊 叔叔陪你玩 玩这个 这什么呀 你还真挺喜欢小孩的 别人家的小孩你也那么喜欢 是童童吗 我手机里就只有这么一段几十秒的视频 童童现在应该长大得挺多的 应该用不了多久 她就可以学说话了 不过 爸爸这个词 应该是在最后才会说的吧 对不起 都怪我 二生开庭 有什么我能做的 我会经历的 勇雅的化验结果出来了 这呢 怎么样 她怀孕了 她怀孕了 这姑娘心口真大 说是生理期不规律 怀孕三个月了都不知道 这是好事啊 咱们赶紧进去恭喜她吧 恭喜什么呀